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是最滋养身心的了 在福建赵安县有一种历史很悠久 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的周 那这个周据说赵安人有喜庆日子的时候都会做它 名字叫做猫仔周 听着这个名字挺奇怪的 猫仔周难道是和小猫有关系吗 她叫阿芬 福建客家人 阿芬家里明天有喜事 她负责准备猫仔周 她说猫仔周的材料只有海边有 猫仔和海有什么关系吗 赤石湾码头是闽南渔场的副地 这里水路交通四通八达 水产品也最丰富 想要买最新鲜的海鲜 就得趁着渔民们刚捕捞回来的时候来买 阿芬说她就是专门奔着海鲜来的 这猫仔周和海鲜有关 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材料呢 需要一些海鲜啊什么的吧 就是有虾啊 马椒鱼啊 乌鲜啊之类的 然后就煮成一碗粥 很丰盛这个 那我们该去哪买呢 我看那个边都停了很多船啊 就是它是现在早晨嘛 人家那个出海归来 然后我们如果幸运的话 可以买到所有的材料 但是有时候它过来 不一定能买到所有的材料嘛 所以我们要一家一家去找 一家一家去问啊 对对对 这边就有收鱼回来的 对对对 我看这边很多这个大妈 都在这边整理这个鱼啊 原来所谓的猫仔粥 跟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猫仔粥是赵安一带 有名的风味小吃 它并不是猫肉煮成的粥 而是一种既为粥品 又是菜肴的传统名吃 主要就是各种海鲜 阿芬的太爷爷明天过92岁大寿 在赵安县老人过大寿 猫仔粥必不可少 所以阿芬今天得把猫仔粥 的材料都买齐 阿芬本来想买最新鲜的材料 给太爷爷做猫仔粥 没办法 今天码头里回来的都是小鱼 阿芬只能带着编导 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你看那边都是有那些鱼排 然后就是人家出海回来 一些鱼就囤在那里先养着 然后有人过来买的话就比较新鲜那种 这里头都养着你捕回来的鱼是吧 全部都是野生的 这里面都有什么鱼啊 这是七月刀 七月刀 这个贵吗 七八十块 七八十块一斤啊 这是什么鱼啊 这边有螃蟹哈 那一条比较大 我们要买那个猫仔粥的那个材料 做猫仔粥这鲈鱼最好 要鲈鱼可以做 鲈鱼蟹 猫仔粥太活跃了 这条大的 那我们就买这个鲈鱼了 不买马胶鱼了 对 马胶鱼买不到是吧 现在买不到啦 买不到啊 马胶鱼也是也是不新鲜的 都是冰冰的 都是野生的 冰冻的 做猫仔粥必须要有鱼虾 蟹 乌贼 牡蛎这些海鲜 阿芬在海边的鱼牌买到了鱼虾 乌贼和牡蛎 鱼牌也没有 只能去海鲜市场买了 这是乌贼 二十块 一斤牡蛎 鱼虾 乌贼 牡蛎都买好了 基本上都齐全了 赵安县是一个靠海的山区县 有山有海 阿芬的老家是在山区里 明天是他太爷爷生日 因此他提前一天回到了老家洪兴乡近水村 太爷爷 马 生见了 主要回来了 太爷爷在这坐着等你呢 对对对 知道我要回来 主要在外面打工回来 来寻看太爷爷 所有老爷爷值得很高兴 坐在这就等着了 也好 九十二高龄了 哇 爷爷九十二高兴了 九十二高龄了 对对对 身体还不错 对对对 还是很好的 对吧 阿芬一家居住在土楼里 在福建 看见土楼 就知道到了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了 老爷爷 咱们这个土楼有多少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对对 我看这个土楼是咱们这边的特色 对 我们这边同一个族 同一个族的 同一个族 住一个土楼 整个自然中同一个族都在这个土楼 居住在土楼里的客家人说 以前战乱的时期 中原人迁徙到乍安线后 人生地不熟 许多困难都得依靠自己人团结互助 同心协力去解决 因此 他们每到一处 本性本家人 总要聚聚在一起 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土楼 一个土楼 可以住二三十户人家 现在年轻人出去务工的多了 很多在外买了或建了新房子 居住在土楼里的都是老一辈的人 后辈们想让他们搬出去 住住新房子 他们都不愿意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古楼的风气 嗯 对不对 以前农民辛辛苦苦 搞这个建筑这个古楼的情况之下 嗯 那现在我们还要 一定要保住这个古楼 所以你们就也不愿意搬出去 不愿意搬出去 有的 在外面 其他的外面有新建房子 对新建的楼房 他就给小孩住啊 给儿子住 嗯 那里面还是住那个老人家 老人比较多 对老人比较多 习惯了 老人住习惯了 还要保持这个古楼的风修 正因为有了这些老人的坚持 进水村土楼的很多传统习俗 才得以保存下来 张老爷子是进水村这座土楼里年纪最大的老人 明天是张老爷子的92岁生日 土楼里的后辈们都陆续回来了 不过他们回来不光是给老爷子过寿 还得回来干活 干什么活呢 每年的四月底 正好是红辛香 种植的青梅成熟的季节 大家回来帮着家人收青梅 编导也想帮忙 就跟着阿芬来到了他们的青梅园 我感觉我是这样子前进的 现在这一棵梅树 我们这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在摘 有的在上面摘 我们负责摘下面的 青梅果子不大 青梅树树叶又很密 远远地看过去根本看不到果子 再加上青梅树不是很高 树枝散开在四周 人得弯着腰在树下面摘 摘起来比较费劲 感觉现在完全被这整个一棵树包围着 这个四周全都是它的树枝 这边有很多 这边有很多 就在这摘 我终于可以把腰直起来一点了 赵安县在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了青梅之乡的称号 红辛香自古就有种植青梅的历史 每家每户都有几十亩的青梅园 近20年来更是大力发展青梅产业 如今红辛香是赵安最大的青梅生产基地之一 梅汁的食品很常见 但是新鲜的青梅编倒还是第一次采摘 不知道这新鲜的梅子味道如何呢 吃青梅感觉酸主要是青梅含有机酸的原因 尤其是里面的柠檬酸含量很高 而柠檬酸是人体细胞物质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酸类 不过新鲜的青梅很少有人直接吃 梅农们把它摘下来以后都是直接卖掉 每个梅农每天大概能摘200来斤 这就是把这个篓子装满了 我们就该拿去卖了 加起来得100来斤了 100多斤吧 好厉害 小心小心 得往山上走 拿到哪去卖啊 然后我乡里啊 我村子里卖啊 村子里回村子里卖 这就是村里的收购点 收购青梅的地方 这些都是你们今天收购的 这里有多少 194 194 194斤啊 你这是有个记账的 就是今天不数钱是吧 先记上 对 就是全部都收购完以后 看谁家多少 谁家多少在这样结 今天194 最多的时候能收到多少斤啊 一万多嘛 一万多斤 一天一万多斤 哇就光咱们村一天一万多斤 哇那得是全村都出动去摘这个青梅了 对啊 194也多少钱啊 对于进水村的村民们来说 青梅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赵安的青梅主要出口日本韩国等地 这些年青梅的市场行情好 赵安的一些老百姓靠种植青梅很快也富裕了起来 今年的青梅价格卖到了两块一斤 村民们都很高兴 种植青梅的年头久了 进水村人们的生活里都离不开青梅 其中青梅酒可是这里的客家人每年都会做的 做青梅酒得拿刚采摘下来的新鲜青梅来做 这里能做多少酒啊 这么一大门 三十多斤 三十多斤酒 我看你这些是经过挑选的吗 对对对 这是要挑什么样的呀 挑好的一点嘛 对 然后没有什么伤口的 对 如果伤口就不能酱了 没有 有伤口就不能酱酒了哈 一年要做多少斤才够啊 做几百斤的 几百斤啊 你们家要喝这么多酒啊 对 是不是一到这种什么过年过节啊 谁过生日啊 这个梅子酒就是少不了的啊 进水村人人都会做青梅酒 但是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张灵珠做的青梅酒是村民们认为做的味道最好的 难道张灵珠制作的青梅酒有什么秘诀吗 只见张灵珠把晒干了的青梅放到了秤上 我看您这还拿了一个秤呀 这是要把这个梅子秤一下 是啊 这个梅子酒精就够了 酒精 这里有酒精梅子 这一坛能放多少斤 只放酒精啊 酒精就够了 酒精梅子 就是做这个梅子酒 不是说随便做的 还是它有个比例的 那您现在要把梅子放到毯子里 是 张灵珠告诉编导 这一坛梅子酒的比例 就是九斤梅子 十二斤冰糖 再加三十斤酒 这个比例的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吗 老祖宗摸索出来的 对呀 就是这个比例做出来的梅子酒是最好喝的 是 收获不少呢 梅子 冰糖 酒的比例很重要 但是放这三样的手法更重要 放一层梅子 放一层冰糖 每一层青梅和冰糖 各放多少都要称重 青梅的酸味很重 得用大量的冰糖来调味 冰糖必须得是大块的老冰糖 往坛子里放的时候再冲碎 梅子和冰糖都放进坛子里了 最后倒入自己酿的米酒 张灵珠说 泡梅子酒的工具也很重要 酒是烈性的物质 所以不能用塑料的瓶子来泡酒 用这种老式的酒坛最合适 盖上瓶盖 把酒坛放到阴凉闭光处自然发酵 每隔几天还得把瓶盖打开 搅拌一下梅子和冰糖 三个月以后 梅子酒就可以饮用了 老人过寿 后辈们上山抓礼物 抓的是什么 五分钟煮出来一碗丰盛的粥 青梅还能做菜品 请继续收看乡土 土楼客家人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张老爷子可是进水村整个土楼里的宝 老爷子每年过寿的时候 后辈都回来了 就跟过年似的那么热闹 这不 几位后辈说是要给老爷子弄礼物去 等等我们的编导 我看你们这骑着摩托车 这事要干嘛去啊 我要到山上去 到山上去啊 对对 骑摩托车上山 老爷子要过瘦日吧 山上抓礼物 抓礼物 到山上去抓礼物 对对对对 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啊 我能跟你们一块去吗 可以可以 可以跟你们一块走啊 对对对对 我坐谁的车啊 哈哈 你坐后面那一台 坐后面那个啊 坐你的车啊 骑摩托车上山 抓生日礼物 抓什么礼物 这样坐着行吗 可以 山上多远啊 挺远的 挺远的 只能骑摩托车上去是吧 对 嗯 那咱们出发吧 出发吧 出发 好 好 我们出发 哇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刚才这一路跌过来 感觉这个头都跌晕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高山上了 看这下边 好高啊 边岛跟着村民们 来到了一千多米海拔高的山上 他们究竟是来抓什么的呢 这是追着鸡 马上跑啊 都飞掉了 你们说的上山来抓礼物 就是抓这个鸡啊 哇 就问了一只鸡 从山脚下跑到山上来 这些鸡都是散养在山上的 抓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 边岛跟着它们跑了好几圈 一只也没抓着 还是你们厉害啊 一下就有人抓一只 村里面没有鸡吗 还得跑这儿来抓 村里没有啊 跑到山上来抓 这些鸡都是养在高山上的 所以近水村的村民们 把这些鸡叫做高山鸡 近水村只有这一个卖高山鸡的地方 几百只都卖完了 都是下面这个村 自己要就上来抓 要就上来抓 几百只都卖完了 卖完了 自己要来就自己抓 是是是 你们反正不管的啊 不管它要 它要来就摩托车 现在今年刚刚开通嘛 刚刚会上来嘛 那要来就自己来 自己来自己抓 这个鸡卖多少钱啊 这只鸡 我们这里现在一斤二十五 一斤二十五块 我们今天要抓四只啊 对啊 哇 这么多客人嘛 要吃四只鸡啊 可以老爷子自瘦的 过生日的 要热闹一点啊 是是是 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 在山上抓鸡的时候 还是晴空万里 回到土楼时 开始下起了雨 这个时候 土楼里的人们 已经在准备 老爷子生日宴上的饭菜了 阿芬正准备做猫仔粥 猫仔粥需要很多种材料 海鲜就是鱼 虾 乌贼 牡蛎 还要用鲜肉 猪肝等 这么多的材料 这是要煮上一大锅猫仔粥吗 没有 这些就做一小锅这样 一小锅 对对对 我看你这光是材料 就一锅 一大锅了 对对对 到时候你会看到 就一整锅材料啊 就是这些材料啊 加上那些粥嘛 就是很很丰盛 很丰盛的粥 对对 哇 平时我们喝的那些简单的粥 一般最少也得熬上四五十分钟 这猫仔粥要用到这么多的材料 还不得熬上一两个小时 只见阿芬居然用炒菜锅煮上了一锅白水 然后开始放材料 熬粥用炒菜锅 这真是第一回桥见 这个猫仔粥这么多材料 是不是先后顺序也有讲究的 是的 有些比较慢熟的就先放下去 先放肉 对 猫仔粥是赵安县饮食文化的代表 首先材料用的是当地的海鲜和肉类 清水里放上肉末 再依次放进虾 鱼片 猪肝 乌贼或鱿鱼 还有母粒一起煮 煮多久呢 这差不多了 再放米饭 这是直接放的是熟了的米饭 熟的 煮熟的米饭 就放这么一点米饭就行了 差不多了 好丰盛哦 看着 那这个要把米饭煮烂吗 它本来这家米饭就已经熟了嘛 然后煮 就是稍微热一下就可以 所有的材料都放完了 等清汤滚上一分钟 再放各种调料 这个猫仔粥也用不了很长时间 只要你先把这些食材都炖得烂烂的嘛 不用不用 只要你材料准备好 然后很快 差不多就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猫仔粥在赵安县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道美食 传说在清朝年间 赵安一大户人家新娶了一媳妇进门 当家的祖母很是苛刻 要新媳妇在厨房煮上三个月饭菜给家人吃 这三个月里 新媳妇只能吃残羹剩饭 孙子心疼了 就买了三只小猫 每次都说去厨房给小猫准备吃的 到了厨房后 以最快的速度 用鱼 虾 肉等材料 为新媳妇煮了一碗吃的 由于做猫仔粥要抢时间 用滚汤涮鲜料和饭 加上配料 味道很是不错 新媳妇喜欢吃 小夫妻情意更深了 后来这猫仔粥故事传了出去 从此 民间就把这种用各种海鲜和肉类煮的猫仔粥 当作传统风味小吃而流传起来 如今 阿芬也是用这一份猫仔粥 来代表自己对太爷爷满满的爱 进水村的土楼里 这么多年来有一个规矩 长辈们过瘦不收红包 不收礼物 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吃顿家常饭 因此后辈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 都会想着反而地做一些好吃的 在进水村还有一种美食文化 青梅美食 进水村种植青梅年头久了 村里头流传下来很多用青梅做出来的美食 我看你这一台梅子好像是腌制好的对吧 对对腌制好的 你现在要拿它来做什么 煮那个甜酱梅子酱 甜酱 对对对 煮这个梅子酱必须得拿这种腌制的 对腌制的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纸去掉 去掉核的青梅肉捏碎以后 要放在开水里和白糖一起熬制 期间不停地搅拌 直到把水熬成浓稠状 青梅酱就制作好了 以前进水村这些居住在山里头的客家人 外出不方便 都是自家制作各种蘸酱 豆腐也能自己家制作 所以他们最喜欢把豆腐切成大块 用油炸透了 蘸青梅酱来吃 客家人还把腌制好的青梅 当调味料来用 煮鱼之前 放上几颗青梅和几片五花肉 水开了 再把鱼放进去一块煮 这样不仅可以去除鱼的腥味 煮出来的鱼 还有一股梅子的清香 他爷爷 祝你生日快乐 好 好 好吃吗 好 好吃 今天十万岁这个正面百姓山鱼 请我我们大家兄弟这村 他的亲人 他驾到新部 我生人 大家 祝你来吃一杯喜酒 祝大家人身体健康无缘是无缘 好 向老人家 静水村客家人的习俗 老人过寿得摆一张长桌 代表长命百岁 寿宴开始前 得游过寿的老人先冻块 我向来进老人家 一个那个长命大鸡蛋 一丝地吃下去 跟这个那个长寿面 长寿面 跟它瘦如南山 长命百岁 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大家 大家回老人家鼓掌 那您多吃点啊 好 大家开始吃吧 喝酒啊 吃着青梅做的菜 喝着青梅酒 从当地客家人的饮食习俗里 我们就能看出来 客家人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 宴席上的菜 都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菜 这些传统菜品的制作 也很少装饰 给人以朴素无华的美感 一晚流传了多年的猫仔粥 一坛清香的梅子酒 一味百岁老人的生日 这些只是展现了 赵安土楼客家人 一小部分的魅力 土楼的客家文化 就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我们也非常期待 下次能够再去土楼做客 每天看乡土 轻松一下午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 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好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坐个线面还得看风向 坐面看风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空的牡蛎壳 没用的空被壳 怎么成了修船的宝贝 神奇的小岛上 又遇到了哪些新鲜事 你所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吃 牛山岛上 还有哪些好东西 下期乡土 去平潭综合实验区 看看那里的海岛人家